中山姐就要到了除了应景的文旦跟各种月饼之外 更少不了跟亲友一起烤肉团聚了 但是月饼跟烤肉大多都是三高 也就是高油、高质以及高热量容易造成身体负担 中医师工会特别公开具有帮助消化、缓解饱足感等功效的DIY消机茶配方 要让民众健康过节 琳琅满目的中西式月饼让人看得实质大动 但是您知道一块市售的联融蛋黄月饼热量有多少吗 这样子一个小小月饼有180公克 那里面的热量就高达有530卡 每分钟跑145公尺 这样子的时速的话也要跑将近一个小时 才有办法把这样子的一个月饼的热量给消耗掉 中秋节夜除了吃月饼当然少不了全家烤肉的活动 但月饼跟烤肉大多是高油、高质跟高热量 为了让民众健康过节 中医师工会特别公开具有帮助消化、缓解饱足感跟降火解腻等多种功效的DIY消机茶配方 将鲜渣一钱、乃福茨五分、麦芽一钱、绿茶一钱、橙皮五分 这些常见的药材放入茶包 用600cc的废水冲泡 约5分钟就可以饮用 便宜食用又方便 这个消机茶几乎大部分的体质都可以食用 特别是平常吃东西吃太多一些 就容易肠胃脏气不舒服或拉肚子的时候就可以饮用了 中医师还建议可以先吃柚子再食用月饼 藉由高纤维的柚子增加饱足感 并让柚子的寒性来平衡月饼的热性 降低中秋节过后的身体负担 新唐人云雅的电视 陈静焦姚汉宇 台湾新北市报道 加利焦姚汉宇